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大家分享社群怎麼看數位發展部推公共城市 好 其實阿姨是不知道我跟她一樣只是來串場的 對 然後所以這一場其實顧名思義就是說 我們今天其實大概有跟大家說明一下 數位發展部現在有想要去開始推動 嚴你推動公共城市的政策 然後這個過程早上也有給大家看過 我們今天先是一個對公民科技社群的座談會 那接下來會有對公部門也會有對產業的一個正式的座談會 然後今天也非常謝謝現在已經有就是超過就是40個夥伴 已經有來填過我們的學習單或者是我們 對 非常感謝大家 對 然後我們會把它整理成一個polis 最後會對不只公民科技社群去對全面向的民眾去就是 能收集這樣子相關的一個意見 但是就是可能大家還是對這個議題沒有非常非常熟悉 所以我們決定就是找一些比較有威望的社群前輩來就是來談論一下 他自己個人是怎麼看就是推動公共城市這件事情 也就是大家最喜歡的 嚴上述發布 沒有啦 對 沒有就是讓他來分享一下就是 他怎麼看就是推動這件事情的一個想法 那如果大家在這個過程中你有什麼新的想法產出的話 還是很歡迎就是你要再填一次也是OK的 對 然後或是你等一下就是想要懷念一下手寫 就是感謝書漾提琴我們這件事 這可能是Yoshi來第一個手寫的polis 所以也可以就是去手寫一下學習單 然後就是把你的意見就是放到polis上面 對 那我們就歡迎我們的前輩Frank 謝謝大家 我今天真的是突然被推坑的 因為本來 沒有 我來這裡才告訴我 才告訴我說我今天要上台 好 那我其實就是稍微談一下 就是說 因為PNPC這個東西是2017年 從歐洲自由拉底基金會那邊倡議的 那他們一開始倡議的時候我就注意到 然後我就去跟他們聯繫 我說 因為他們當時他們的對象是要遊說歐洲議會的議員 他們目標是歐洲 他們要求說要讓他入法 然後要求規範說政府單位在採購、租賃、建置 軟體相關的東西的時候 必須要優先考慮採用開源的系統 好 那當時我就去聯繫FSFE的統合 我說 那非歐洲的國家可不可以參與聯署 他們就同意了 所以基本上你現在去看那個public publiccode.eu那個網站 他們的那個正理中文基本上都是我做的 那當時我就是 那當時我就是 那當時就是我就是把這個概念 我希望能夠帶領台灣來 所以我其實還蠻開心就是說 後來數位部開始出現 然後他們部長他們願意把這個東西 納入他的考量 但當然現階段他們所提到 就是副貨物所提到的所謂的公共城市 其實比較著重在public code部分 那我必須要說pnp整個概念上面 它是一個非常著重公眾利益的一個政策 那它其實也蠻重要的焦點在public money 不是只有單純public code而已 所以他當然就是 他談到的概念是說 政府單位你需要使用到數位的服務 你需要使用到軟體 包含內部還有對外開放的服務等等的 為什麼需要採用開放員 當然有幾個重要的特色 當然第一個 我現在因為我是臨時 我是要就我們經濟稍的抬價 當然第一個很重要是說 它可以重複利用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非常多的狀況是 各個縣市政府之間 他們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然後台北市做出來的東西 高雄市可能還不缺用 這是相當的狀況 其實真的很多 我們真的看很多 那我們當然會期望說 因為這個東西基本上 從不開放下去什麼浪費 浪費去牽涉到這港public的money 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其實就講到 大家蠻常關切的所謂安全性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常見的誤解 就是說好像開放員馬之後 好像就比較容易被攻擊 或比較容易什麼的 那這個其實我在 我去年幫那個諾曼基金會寫了一本手冊 就是它原本一開始是希望我寫一本那個 解釋什麼是open source 是什麼是開放員馬軟體的手冊 但是後來我覺得 既然我的單位是德國政府的同仁 或是德國那邊非密組織的同仁 那我會希望就把pnpc的概念帶進去 所以我基本上那個手冊我解釋pnpc 那我對於安全性這部分 我有做一些琢磨 那基本上我先簡單講 現在概念上就是說 其實那個軟體本身後面被攻擊 其實跟它開放 其實是沒什麼太大關係的 我想再少各位應該都很清楚這樣概念 不過我在那個手冊裡面 我有特別提到 那當然另外一個很重要 我在講到說 講到說 我們看到這個真的是很浪費 就是前幾年 剛好就有一個集合 看到一個政府標案 我細節我就不講 看那個政府標案的那個 他們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建制一個系統 然後呢 廠商提出來的 因為那個有利法委員 給我看他的標書 他的標書裡面呢 他有提到說 我要建制這個系統 我需要哪些工具 工具喔 還不是說我做出來的成果 是工具喔 我需要這些工具跟這些軟體開發工具 這個工具呢 他的裡面就列了1億多的預算 可是我大概上次來指 第一個 這列出來的東西 有沒有可能他們本來就有的 其實不需要買的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第二個 這些東西難道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嗎 一定也是有的 我拿 我就只把這一部分 分享給另外一群很強的設計 看他們有東西 幹嘛要這樣做 就是類似會語上 但是這些東西全部都是被蓋在黑部下 我們不會知道 我們不會知道 我們不會知道說 到底這個 這麼多的預算裡面 你們到底 花在哪裡 所以我 很強 很強就是說 除了一個PNPC 除了事發部談到的所謂公共城市 就是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需要開源這件事情之外 很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能夠從 公眾利益 也就是從Power Money 這個角度去看 所以 我會 這是我 這是我對事發部的期間 比如說 我們今天這個大框架先提出來 不是 因為像 目前我看到大部分都還是 專注在所謂建制性系統上面 需要開業 那我需要能夠更延伸到所謂的採購株林 這個部分 因為這部分是很大的一個前坑 在那邊 好 我想先分享到這裡就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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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阿哈和Frank 那我想 Frank剛剛有分享他非常多真實的想法 就是 Frankly speaking 對 對 那我們今天的 我們今天的短獎就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對於剛剛的題目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看他們在共筆主題上面的內容 那大家就可以好好準備待會的成果發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